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篇Creepypasta的名字叫做We Found the Real Playtime CEO 暗示着现实中也有这间公司 那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大约一年前 我在现实生活中偶然发现了一盒未标记的绿色VHS磁带 甚至在游戏Poppy Playtime发布之前 这盒磁带被随意地放在我上学的路上 靠近我家几条街的一家废弃工厂前的垃圾桶旁边 虽然我没有任何VHS磁带 也没有VCR播放机 但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开始想象里面可能有什么故事 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 于是我决定将这盒磁带放进背包 打算放学后找到VCR 看看里面的内容 我告诉了我的朋友克里斯 他也对这个发现感到兴奋 在地下室花了一些时间摸索如何连接VCR后 克里斯和我终于将磁带放进了播放机 坐在沙发上享受着自己做的爆米花 我们本来以为这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公司培训视频 或者公司的古老广告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磁带播放的是一个办公室的生日派对 大约有十人参加 大家都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 试图假装喜欢同事 在一开始的几分钟 人们只是在办公室里欢笑聊天 突然一个人跑进房间尖叫 灯光熄灭 我们差点被爆米花噎住 摄像机切换到一个从地板上的角度拍摄的画面 下半部分被一键看起来像是运动外套的东西占据 上半部分则是黑暗的办公室 然而 当我仔细观察时 我发现黑暗中有一些高大的东西在摇晃 并听到微弱的哭声 我立刻停下了磁带 克里斯和我决定立即告诉我的父母 他们随即致电警方 警方来了 带走了磁带进行分析 并感谢我们做了正确的举报 然而 几天过去了 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调查的消息 我不知道 磁带是真实的 还是我们目睹了那家工厂里可怕事件的实际记录 这种不确定感让我无法忍受 于是 克里斯和我决定自行前往工厂一探究竟 当我们接近篱笆时 我意识到 这个地方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破旧 墙上有巨大的洞 建筑物的一部分 看起来像是被烧毁了 起初 我们只是打算在外面观察建筑物 但篱笆上有一个巨大的裂缝 引诱力太大 我想 我可能是一个相当好奇的人 甚至有点过分 我轻松地穿过篱笆 即使克里斯看起来不太情愿 他还是跟在我后面 我们进入一个高天花板的巨大区域 一条古老的砖墙上有管道 砖块和旧的玩具零件 乱七八糟地散落着 靠在后墙上 有一个古老的办公室 桌子上堆满了一叠文件 里面 似乎是一个开始调查的好地方 我们进入房间 但没有找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至少直到克里斯从桌子下面 拿出一个锁住的柜子 我迅速找到一个旧的订书机 把它塞进一个锁住的抽屉的侧面 打开它 里面有一叠用橡筋捆在一起的文件 我翻开其中一个文件 上面有一个名字 和以前在那里工作的 一名员工的医疗信息 我继续翻阅其他文件 注意到 他们似乎不是某种类型的员工 他们都有各种工作描述 和不同的高级别 有司机 秘书 经理等 几乎就像是那里工作的人的 随机样本 然后 一堆钥匙从一个带有标签的信封中 掉了出来 上面写着套房201 直到200通常表示第二层 我们沿着楼梯走上楼 试图使用它们 我突然被天花板上的东西吓了一跳 但当我转过头去看时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们终于到达顶部 朝着套房201走去 这在走廊的尽头 当我打开门并推开时 我听到房间内 传出一种压力释放的声音 里面有各种小屏 和其他实验室设备散落着 克里斯在桌子上 拿起一个有一个蓝色毛绒绒物体 漂浮在里面的罐子 我听到一个 来自一个大纲门后面的温和敲击声 走过去看了一下 我透过 但看不到太多东西 于是我试着打开门 最终在克里斯和我一起用力拉动后 门飞了开来 蒸汽充满了房间 当雾散去时 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管 里面有一些东西 看起来像是人类 只是它的身体不在河里 它的皮肤与厚厚的蓝色毛发融为一体 它的身体部分已经变异并变形 但最糟糕的是它的头 它是三角形的 有着可怕的张开的大嘴巴 然而 最可怕的事情是 这个畸形的生物 似乎还在微微移动 以某种方式 它还活着 它慢慢地用手指指向我 当它轻轻敲击玻璃时 我向后跳了一下 克里斯和我同时注意到 它在我们两人之间 做出指向的手势 我慢慢转向房间的入口处 它指着那里 当我看到门口 站着一个高大的影子时 我背脊一阵发了 当我们注意到它时 那个身影向我们扑来 它长长的手臂 在过程中撞倒了架子 克里斯和我开始奔跑 因为我们不能朝着门奔去 我们朝着右边 跑去另一个出口 克里斯抓住把手 但它被锁住 然后这个生物的一只手臂 猛地撞向我们上方的墙 抓住克里斯把它拉回去 我跌倒在一个空调通风口旁边 迅速从墙上撕下它 我吓呆了 当我听到克里斯尖叫时 我回头喊它的名字 但没有回应 突然之间 我看到了这个生物的蓝色三角形头部 溜进通风管 它的瘦长手臂一起滑进去 我尽可能快地沿着通风管跑 进入黑暗中 这个生物一直跟在我后面 它的嘴大张 露出许多恐怖的牙齿 最后 我到达通风管的一个完全垂直的部分 没有其他选择 我决定跳下去 跳下了几英尺 我撞穿了一个金属通风管 落在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房间里 幸运的是 通风管吸收了我的大部分跌落 我迅速跳起来 从我们进来的门挤了出去 沿着街道跑去 我尽快回到了我父母的家 打电话给警察 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 但当我说明地点时 他们告诉我 已经有一辆消防车在路上了 原来那家工厂神秘地着火了 连同我和克里斯所发生的一切的证据 我必须假设 这是这个生物逃避追究的一种方式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 是因为我开始在城市的各个地方 看到许多那种有色的VHS磁带 我在学校看到了一个蓝色的 公园里看到了一个红色的 但这只是我能找到的其中一些 每次我看到一个 我都立刻告诉警察 所以我只能用想象填补那些 我还没找到的 尽管如此 当我看到 Poppy Playtime在Steam上发售时 我注意到 那个邪恶的玩具 Huggy Wuggy 非常像追赶我们的工厂里的那个生物 这让我想到 也许游戏的制作者和我一样 他们更了解工厂的真实起源 可能是他们创建游戏 是为了警告人们 我只能希望他们 能听进去 那个像Huggy Wuggy的生物 仍然存在 而且 你永远不知道 也许下一个就是你 你可爱的